北美现代汽车公司较早之前发布的全新2017年Elantra车型是好评如潮 而日前现代汽车又凭着在主流市场的汽车品牌当中的最低保有成本 荣获了最权威汽车评价网站KBB所颁发的2016年五年期最佳成本效益的品牌大奖 KBB所颁发的五年期最佳成本效益大奖 是通过对比所有汽车品牌新车在最初五年的保有成本数据后评出的 所谓的汽车保有成本是由综合计算汽车的折旧 预期燃油成本、贷款和保险费用、保养和维修开支以及周税开支等综合数据得出 KBB的五年保有成本使用KBB自主开发的汽车剩余价值公式计算得出 KBB通过运用一系列复杂的评估方法和来自第三方的重要数据 对新车的保有总价值进行计算 能够获得这个殊荣 北美现代企业与产品计划部总裁Mike O'Brien也表示 这一个奖项体现出现代汽车团队在打造汽车上做出的努力 现代汽车的造车宗旨在于不断进步 O'Brien同时也为车主能够拥有更超值汽车而感到兴奋 据介绍现代汽车在全国超过800个现代售车行均有销售 这些车行还可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购买现代汽车的车主可以获得全美最佳保固计划 包括五年六万英里新车有限保固 十年十万英里动力系统有限保固 和五年不限里数24小时路边紧急救援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